什么样守面相的人 财运超级旺 那到底哪些守面相的人呢 他的财运会特别的旺 首先第一个呢 如果说 你的鼻翼分明 鼻翼分明的话 代表你善于理财 以面相而言的话 面相里的财博公指的是鼻子 那鼻子又分为四个区块 第一个我们讲的是鼻梁骨 鼻梁骨代表一个人赚钱的能力 第二个我们看鼻准 也就是所谓的鼻头 鼻头代表一个人尽财的多寡 第三个我们看鼻孔 鼻孔我们代表一个人用钱的态度 第四个也是今天我为各位介绍 最重要的就是所谓的鼻翼 鼻翼代表一个人理财的手法 所以呢那以现在而言 其实赚钱的能力 不管男性还是女性朋友 赚钱能力其实基本上都有了 那很多人他可以用小钱来赚大钱 甚至他们是用头脑赚钱 甚至会用钱来赚钱 所以鼻翼分明的人 简单的说最重要的你有偏财运 而且如果说你鼻翼线条很分明 那再加上你的鼻翼有肉的话 那简单的说你就是一个理财的高手 那什么叫鼻翼分明 就是通常以鼻准而言的话 它这里会有一个线条 如果你就你的鼻翼跟鼻准之间 你可以很清楚的分辨出来的话 这个就叫做鼻翼分明 那以我们演艺界的一个前辈 像青霞姐 林青霞 青霞姐 哇他就是一个标准的 鼻翼分明一个理财高手 那再以第二个而言的话 第二个部位我们会看 田宅开阔 代表你的房产欲望 以面向而言 田宅宫的位置位于眉毛和眼睛之间 那好的田宅宫的条件是什么呢 第一个 你田宅宫的宽度 各位朋友可以把你的食指拿出来 放在你的田宅宫 你的田宅宫至少有一根手指头宽 第二个标准 就是说一定要是要有肉的 绝对不能够凹陷 第三个呢 就是我们田宅宫的气色要红润 不能够发青也不能发黑 最后一个条件呢 就是不能够有痣 不能有斑 也不能够有任何的伤口 那如果田宅宫条件好的话 这代表什么意思呢 代表 代表你呢 你的先天的不动产运 非常的旺 而且呢 你先天年长的贵人运 非常的好 而且啊 就是说你在居家的居住的环境 也会非常的漂亮 所以说啊 简单的讲 如果说田宅宫漂亮的人呢 他有能力 而且在现实当中 也会有自己的不动产哦 好 那以第三个 什么样子 财云会超级旺呢 第三个就是 天庭饱满 赚钱敏锐 天庭谷的位置 位于我们人法际线 一直到眉毛的这段 那讨的天庭谷 是有什么条件呢 第一个 至少要能够 我们常说 儿如腹肝 就是说 儿童呢 他要有一个 类似像猪肝的弧度 而且要有猪肝般的气色 一样不能够有痣 不能够有斑 也不能够有伤痕 那天庭谷 他主管的是一个人 15岁到30岁的 事业孕 还有课业孕 天庭谷好的 朋友的话 哇 这个天生啊 非常的聪明 反应非常的快 数字能力非常的强 事业心很强 而且重点是 他对专前的嗅觉 非常非常的敏锐 好了老实讲 儿如腹肝 我们现场找一块猪肝 给你看 秀慧姐跟献哥就有 都各有一块猪肝 就你看那个额头 就像有一块猪肝 贴在上面一样 那个弧度 饱饱的 对对对 饱饱 你看那个光泽 真漂亮 献哥也是 这叫儿如腹肝 对 秀慧哥也不错啦 但是有那个 真乖金 厚乖银 对 来来来 对那以这个天庭谷 饱满的朋友呢 那职业的话 我的建议要符合三栋 哪三栋啊 第一个要动头脑 第二个要动嘴巴 第三个要动身体 只要这三栋符合其中一栋 就适合天庭谷 饱满的朋友啦 好 最后一个条件呢 最后一个财运超级旺的是 我们看各位手掌 如果说你的木星丘发达 代表你的财运很旺 手掌木星丘的位置 位于每个朋友 食指的底部 根部这一块 那木星丘代表什么意思呢 代表就是说 他对于事业的企图心 对于钱财的掌握欲 还有对于爱情的掌握欲 企图心特别特别的强 所以呢 他一定会想尽办法 达成自己的目标 憲哥很厚耶 对 其实在做来宾的木星丘 各位可以参考 憲哥的木星丘 还有Yuki的木星丘也很漂亮 这个 对…有力 有力 对 那所以以上是针对 财运特别旺的手面像 我们的朋友提供各位做个参考